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同学 大家好 周五中午的突然袭击直播 哈喽我们这次看到 Hong Yip 还有 终于有不一样的同学冲进来打招呼了 很快的我们就飙到300多人了 哈喽大家下午好意外的直播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突然袭击啊 哈喽我们谁看到 OK我的声音是正常的 啊有东西要讲有东西要讲 所以呢就突然袭击了啊 哈喽我们要争取在这个两点半开市之前呢 将他讲完 所以我们有15分钟啊 这次就不用怕陈建老师游花园了 对吗 哈喽因为等一下两点半呢 我还真的是还有这个 呃我还是真的有要开会 哈喽所以15分钟 哈喽大家的这个 可能第一次见到陈建老师 原来是会中午偶尔都会冒一个直播出来的 是有可能的哈 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哈 其实呢就是很鬼多人PM我 问我那个Facebook的inbox 然后我一个一个回复呢 我回复来不及回复已经很烦 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做这个直播呢跟大家聊一聊了 就是股市投资者最关心的这个事情了 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松大学员 我们的Value Farm的学员 我们的高级班BS课程的学员呢 都在讨论这个事情的 就是Home Loan Capital 今天早上Limit Down 突然间大跌30% 现在呢中午的时候呢是有所回升 不知道下午会怎么样啊不知道 OK 那么很多朋友呢就来问这个可不可以趁低买入啊之类的啊 当然我们这边呢是不会给答案的啦 对吗啊没有本事给大家答案了 但是有些东西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呃曾经 曾经啊停牌了差不多五年的股票来的 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况啊 那么我们的这些马股的新手投资者呢 比如今年2020年COVID-19发生之后才进入股市的朋友呢 就没见过这种情况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值得讲了就值得讲 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些往事对吗啊 他但是一聊往事就很容易超时 我们还是不要聊啊这么远先啊 另外呢另外就是在具体的情况底下呢 这个公司呃这个突然间下跌了 跌幅一下子出现了这个30%的跌幅的话 大家会觉得哇好像跌的多就一定值得买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呢是要很小心的啊 啊因为你要看他前面升了几多对不对 然后他前面升了很多之后呢 突然间停牌了五年哦 停牌了 然后2019年呢就突然间又复一复牌 然后整个2020年今年呢都是停牌状态的 今年是COVID-19发生了之后的情况哦 各位同学 COVID-19发生了之后 你看Public Bank看Maybank 上个星期出那个疫苗啊 啊FISA的疫苗说90%的这个呃有效率 这个消息出来之前我们马股的银行股 都仍然是一潭死水状态的哦 那如果你将Hongland Capital 风龙资本当成是一个金融板块的股票的话呢 那他是不是需要补跌呢 补回去下跌 但是但是又画风一转啊 因为Hongland Capital 它是一个investment bank哦 它是一个投资银行来的哦 它跟Hongland Bank跟这个 Hongland Financial Group 你看到吗 有风龙金融集团 这个集团里面呢有银行有保险公司 对吗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Hongland Bank啊 就是另外的独立的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Hongland Capital 所以这个是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 OK 那么你说Covid-19造成这个经济不好 那银行可能会收不回贷款啊 就会造成下跌的这个情况呢 对不对 大家担心嘛对吧 贷账可能会飙升 但是投资银行呢 它suppose是好的哦 因为你们不要忘记 这个成交量 我们的股市里面的成交量很火红 将大马交易所推上来了 将Canaga Investment Bank的股票推上来了 对吗 OK 还有将End-to-End啊 Excel Force啊 这些有座trading pamphlet 交易平台的股票呢 通通都推上来了 因为他们就是跟你们 之前行动管制 搬钱进来股市开户口的情况 有受贿的嘛 因为Honglearn E-Blocking 就是under这个Honglearn Capital的嘛 对吗 所以我们的成交量越大的话 那Honglearn Capital的盈利呢 其实是会更加好的 来到这边我应该没有讲错啊 如果有讲错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给一些指证 可以给一些指证 OK 所以来到这边 同学们能够跟得到吗 一开始我们时间有限了 应该讲了五分钟了 我们就马上表达了一个 表达了一个我们的核心观点先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 如果觉得陈建老师今天比较爽朗直 爽朗直接的话 记得点赞跟分享啊 因为我们已经倒数 还有九分钟发了 两点半要开始 我们就不要再教同学们了 OK 啊 啊 讲到哪里啊 死了死了 你看我一插开就回不来 啊 OK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哇 你看这些就是真的是往事了 因为五年前它为什么会停牌呢 因为这个Honglearn Capital呢 是要 原本要发生私有化的 原本是要将它 take it private 啊 这个private placement的 所以呢 就其实市场上面的股票呢 已经被corner起来了 啊 这个corner了你的share 哎 这个东西是 是不是很有那个吵架的feel啊 啊 我们马来西亚投资者的一些 啊 术语啊 有满股票的朋友就听得懂了 对不对 啊 so 哇 还感觉自己啊 这个好像很老经验这样子的哈 corner 啊 这个香港股市的好像就叫做货源归编啊 这一招啊 对不对 啊 对不起那个是跟那个切听风云第二集的那个电影故事有点关系的啊 so 老师还是忍不住想到什么讲什么啊 so 啊 星期五很特别啊 对吧 好啊 啊 那讲回 呃 之前他要发生哎对不起我给忘记给大家看股价了 忘记给大家看看股价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 这个是Hong Long Capital的股价 需要知道一下先啊 抱歉我今天没有camera在我的家里面 我的camera放在office的studio里面了啊 so 呃我就只能够用我的电脑的这个电脑的本身自带的那个camera 啊 希望看得清楚了啊 然后因为他离我比较远啊 所以我要喊很大声我怕大家听不清楚啊 大家听得清楚的话可以给一个点赞 或者给一个爱心啊 ok so 呃 因为零时零级的这个决定要跟大家做这个直播的哈 来 Hong Long Capital 那同学们你看清楚啊 那同学们你看清楚啊 2013年 Hong Long Capital 5274 2012年对不起2012年他是不到一块钱的不到一块钱 然后到他2014年的时候去到了11块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发生了 据说据说是发生了一些股权的争夺 ok 那这些东西又是又是股市里面的另外的现象来的对吗 你每次看那种香港电影香港戏的 人家一抢票的话股价就会扶摇直上的了啊 so你看啊 从2012年年尾的一块钱马币涨到14年两年时间涨了十几倍 十一倍啊 so很多朋友就很高兴啊 啦 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Hong Long Group在马来西亚的大老板是谁啦 对不对 ok so 我们有郭先生对吗 so 不是郭赫年先生 我是郭令燦先生 so 那么 还有新加坡那边还有另外一位郭先生对不对 两兄弟都好厉害 so Hong Long Capital 这个原本的大股东家族 当然就郭氏家族他们想将这个私有花啦 那据说呢 当时候呢是有另外一个大股就不高兴 然后呢他就插手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不满意收购价还是怎么样的 我忘记收购价是多少了 一开始的proposal你们要去查回去 有同学知道的话麻烦在留言区写一写下来啊 ok 那就听说这位大官呢 他也是另外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来的 好像那个公司是外资开头的 好像是一个槟城的公司 对不对啊 如果我有错的话请指证啊 那么就发生了抢博股股票的事情 这样子你买我买的话就肯定升上去了 那你看了 长了五年 对不起 长了两年 长了十一倍 之后啊 我知道中间呢就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呢 想偷鸡的了 对吗 我们广东话讲偷该 所以华语是偷鸡跟那个头鸡很像的 对吗 想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中间跟进去啊 所以然后反正 这个 那个 棒喝相争 就愚人得利 对吗 所以你就想在后面呢 就从中受惠 那结果呢 有些朋友呢 他前面不敢跟到后面跟进去的时候啊 当他已经涨到十块钱的时候 他再跟进去啊 悲剧就发生了 对吗 当他们跟进去的朋友啊 到这个 我们放在下 到2014年你买十块钱以上的话 你突然间一掉下来就跌到九块多 你就被套住了 之后到2015年还是十块啊 然后如果你没有跑的话 如果你没有跑的话 你的资金一下子就被套了五年 OK 从2015年之后呢 突然间他就停牌了 对吗 2015年的三月份之后 他就突然间停牌 而且他停牌的时候啊 他的股价呢 是跌了很多下来 然后再停牌了啊 so 然后你没想到一停牌 suspend这个trading 这个一停牌 就停到2019年哦 ok so这个是 实在是令我们很多投资者 就非常 对不起啊 应该是啊 2019年这边 对不起啊 是2020年 2019年是只派息罢了 对不起啊 我刚讲错了 啊 so这个是 2019年派息 这些是派息的记录来的啊 他每一年都有派息啊 so你被这个股票套住了 好彩的话呢 就是你这些年呢 每一年都有收一次dividend啊 但是这dividend就是 一毛多两毛多 这样子一年啊 so五年下来 你大概收了一块钱左右的dividend啊 一共的一共的啊 so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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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今天 11月 13号 他突然间大跌下来 那11月3号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反应的 没有成交量啊 然后到这个 11月13号 他突然间大跌 ok 很多同学呢 就会看到有一个消息了 什么消息呢 ok 这个是 啊 好 从 13号 他就 恢复交易啊 恢复交易 然后 等一等啊 我们要找一找的 这个啊 有些朋友呢 就看到有这个一个消息 这个是public share shareholding spread 就是 要符合我们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的这个 呃 需求啊 so 公众持股呢 你作为一个主板的上市公司呢 你需要有最起码25%的股票呢 必须要在市场上面公开的流通 好 同学们 这个 你看啊 这个股票在五年前呢 是在讲着要私有化的 所以私有化呢 已经被大股东收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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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收到差不多 就mark上面没有票了 ok so 这个时候 你这个私有化 没有成功 然后现在你要继续保留上市地位 地位的话 那你就要重新符合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25%的股票 由大众持有的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你不能够一个单一的大股东拿住这么多的percent的吗 你就变成私人公司了 不是上 不是public list company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抵触了 他就必须要将这个这个呃 持股量呢释放出来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多人的误会 我看到有些朋友在facebook上面 在whatsapp上面forward转发 就是在转发我刚刚讲的这个消息 ok 这个消息呢 他们只是就一个截图啊 他们在用手机的APP去看 就只看到一面短短的 他没有看到下面的新闻 你要看看看看完这个下面的新闻才行的 对不起不是新闻啊 他的这个正式的公告 其实他跟他的母公司 home loan financial group 对吗 已经是将做 已经用了这个私下配售的方式 pip placement的方式呢 将这个呃 到这个公布公告出现的日期呢 这个public shareholding spread啊 大众持股量呢 已经是到了29.6%的了 所以呢 他已经就是说 不需要再担心这个不到25%的公众持股的问题 因为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在转发这些消息的时候呢 有一种我担心 我担心有些朋友会错误的理解就是 市场上面的人要大量抛售这个股票 抛售到25%的股票流出市场为止 所以很有可能下个星期还会有一轮的大跌啊 下个星期一还有一轮的大跌 之类的这个担心 所以 因为如果他们说 哇如果要丢 二十多percent的股票 从公开市场上面丢出去的话 你一定会将股票炸 炸到那个股价崩溃的吗 对吗 所以他就一定是人采人的浅他事件了啊 那你看今天的这个呃 成交量是很巨大 今天的成交量很巨大 但是也只有他目前换手率 目前啊 中午收市的换手率呢 是5个percent turn over rate 换手率5个percent的意思呢 就是他一共的total number of share issue 一共总发行票数246个million 一共有5%左右的股票呢 在5%多的股票呢 在今天的市场上面呢 刚刚我是不是没有换到屏幕啊 OK啊 没关系现在看到了 在市场上面呢 有5%多的呃 票数呢是发生了转手的 但是要到20多percent 还远远不够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 是不是还会多一轮的抛售 所以我就等着接便宜货了 那我看大家认真理解的这个消息中呢 其实其实就不需要 不需要担心说 会有25%的这个票 炸到市场上面去的啊 我相信 Honglearn Bank也不会 就Honglearn Capital 大老板他们 也不会这样子做的嘛 对不对 这样子炸下来 岂不是便宜了我们这些 想换便宜货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私下配收呢 那已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就直接啊 你你接一点我接一点 这样子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股票的确 5年你的资金 那大家也倒反一个角度 如果你的资金被绑了5年 对吗 你的资金被绑了5年 然后呢 你收到了大概1块钱的股息 过去5年 那现在你的资金终于松绑了 是不是会有部分的资金呢 要逃离这个牢笼啊 坐牢做了5年啊 明白吗 so好像我刚刚讲到的 有些朋友在201415年的时候 投机取巧啊 说荷棒相争 想渔翁得利的 他就进去投机一下 结果资金就被绑住了5年啊 这种就投机不到呢 还亏了一把米的那种情况 大家要小心啊 不要做这种投机摸狗的事情啊 一个不小心啊 像这样子 5年的时间被绑住 啊 那这5年的时间 你可以买一个手套股 你就发了达的咯 对不对 当然了 你这5年 at least你有dividend了 但是就不是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好 其实今天的抛售 主要就是有些资金在这个股票身上 被锁住太久了 然后呢 他就要离场 第二就是因为2020年COVID-19发生的情况呢 对股市的影响呢 他也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现在呢 他是要补回去 这个impact呢 补回去承受 那我刚刚一开始也讲过了 如果只是当他是一个银行股来看的话呢 他是需要跌到好像Maybank啊 上个星期啊 他的price to book都是一对一倍的哦 啊 so如果你说Home loan capital的话 他的每股资产是三块半左右 三块四毛八啊 NTA 哇 请不是还要跌一半 不用担心 那他现在的price to book是两倍左右啊 ok so 呃 第一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不是普通的商业银行 这个是investment bank investment bank investment bank是受惠于 最近这半年的金融股市的 呃 这个牛市状态呢 还有这个成交量啊 他们的这个股票行 他是一个券商股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赚的那个水钱的提高 所以你也其实可以看到 Home loan financial 啊 Home loan capital呢 他的盈利啊 其实是在上升的 到六月份为止 他的盈利就跟大马交易所 ok 这个是大马交易所 或者是 刚刚我抢到的另外一个投资银行 Canaga investment bank 你看啊 Canaga investment bank 到六月份的时候呢 他的盈利也是大涨的 所以呢 比较适合的是拿这个 Home loan capital 跟Canaga investment bank的估值状态 啊 来做一做这个对比 ok so当然这个是 呃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拿他来做这个 呃 比较啊 我不能够完全拿他来做比较 不 呃 这个 如果以大马交易所呢 以最标杆的 他是赚这个 呃 水钱最多的 大马交易所的本益比呢 是20亿倍 右上角 啊 目前的本益比是21倍 so Home loan capital呢 你现在的这个 本益比呢 是呃 18倍 18倍 右上角 那如果我们再来一下 比如呃 这个 我们是不是有 有这个 券商股票 Apex 对吗 Apex 这个是 也是一个股票行来的吗 他的盈利 应该啊 你看他的盈利也是升的 但是他的盈利跟 Home loan capital是不在一个量级上面了哈 这个是很小的一个 呃 呃 这个股票行吧 那他的本益比是14倍 右上角 所以目前呢 Home loan capital的 本益比状态是18倍来讲呢 还有price to book是2倍 dividend又3 3%左右呢 so这样子看呃 他的股价 如果你说下个星期还要再来多一个limit down的话呢 可能性就会比较低 我只能够猜测我我我呃 对不起啊 我应该换回大家 大家觉得我不要给我的观点影响到大家 大家倒反去想想 大家觉得他下个星期会不会继续大跌呢 对吧 如果他继续大跌的话呢 呃 在如果下个星期再继续大跌的话 他的估值会不会相对来讲 呃 比较有吸引力呢 对吗 呃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疑问来的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推论 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 so 主要呢我今天 你看超时了 讲了20分钟啊 ok但是需要停下来了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的这个呃 分享呢 主要就是很多同学看到这个股票大跌 然后就手痒痒啊 啊 然后呢我就想将这些可能一些新的投资者 所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你没有留意到的方面呢 或者我担心同学们会错误理解的那些呃 讯息呢 呃 我就整理了一下 说希望呢 对各位啊 我们的马股投资者呢 有帮助啊 那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记得是点赞跟分享了 哦 今天还有2000多位的朋友在在中午来到 非常感谢啊 等一下呢我会第一时间将它剪接 然后放到呃 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上面呢 at least可以给同学们今晚看一看呢 周末的时候看一看呢 收下个星期呢 at least你可以留一个新眼先了 好 今天我们的中午的突袭直播呢 就到这边了 同学们现在可以回去你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呢 继续啊 勤肯敬业的工作 我要开会了 我已经迟到了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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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